我们要跟社会大众说 其实我们社府团体跟这些住宅团体 给政府也非常大的压力 因为我们希望政府面对高房价的问题 解决年轻人跟这些弱势逐渠的居住问题 另外我们也希望来解决台北市社会福利服务空间不足的问题 台北市有非常多的长辈跟身心障碍者是在室外安置的 台北市有非常多的幼儿园跟公共托育资源严重不足 而且它的价格非常昂贵 一切都是因为递租的问题 这些问题难道市政府不用面对吗 所以今天我们是肯定市府的计划 公产计划市府在105年到109年 预计在台北市27处要带13,940户的公宅 这个五年计划里面 全国的公宅是41273户的预计新建量 台北市就占了三分之一 所以在这个部分的政策 我们是非常肯定和平市府的决心 所以我们这些团体也会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 和整个公宅的推动的这样的一个政策会站在一起 会当整个公宅政策推动的一个助力 我们要谴贵他们用恶劣的双两手策略 来去恶意的背个污名化公宅 我为什么说他是用恶劣的两手策略呢 第一个过去当市政府要推动这些公宅政策的时候 是他们积极主张要求市政府必须来社区办理说明会 公宅会沟通 这样的主张事实上祝蒙也完全支持 我们认为虽然住宅推动是一个好的方向 可是我们觉得任何的方案都应该跟居民沟通 可是他一方面这些议员 一方面要求市政府来跟居民沟通 可真正办说明会的时候呢 他又率重我简单讲率重来杂茶让你办不成 这是什么心态呢 然后到时候又说市政你没有来跟居民好好沟通 我就觉得他整个就是在玩两很恶劣的两手策略 那完全是什么完全对我而言就是一个政治目的的操作 首先我讲这里面绝大部分我都直接给就是国民党 他们你如果大家观察一下 他们在议会里面一方面每天会质疑说 柯P你讲的公共住宅的承诺支票会跳票都推不动推得很慢 可是事实上每一场公仔要推动的时候 他们又去率重让你去办不下去 这不是很怪逻辑吗 一方面你要说要求市长要落实你的政见 要照你承诺进度来推动公仔 可是每一个公仔他们都用这种恶意的破坏 我讲是恶意破坏不是一个理性沟通 你对公仔任何方案不好可以弹出来可以修正 如果市政府修正不好议员还可以继续咨询 可是你就是故意让他站着让他办不成 我觉得这是个完全恶意的手段 在台北市整个公仔计划 就是含花在整个中央政府20万计划里面 最重要的一个部分上 我觉得他应该优先去抗议他民进党政府 抗议他民进党主席 为什么可以推动他口中觉得那么糟糕的一个公仔政策 我觉得他这是不是完全就是一个 非常糟糕的一个双面的政治操纵手腕 我觉得这部分我们要对 类似张茂兰要提出强烈的谴责 我觉得要提出个强烈的谴责 这是第一个部分 就针对议员的部分 第二个 注谋这边我们会再次重申 的确我们这么多年来 我们的倡议的目标就是推动社会住宅 我们认为社会住宅是一个对的政策 可是我们也认同说 不是每一个社会住宅的方案都可以做得很好 所以我们完全支持认同也理解 居民本来就有权利要求市政府来说明 而且针对他的方案不好的部分 可以不断的质疑你市政府的官员的方案 要求你市政府官员的方案要修正要调整等等 甚至可以做到大家觉得比较能接受 再来去侵犯 那事实上过去也好几个基地都历经这个过程 方案的经过大部分的修改 可是我觉得如果我们今天对于一个公共事务的讨论 是说一方面要求你来跟社区沟通 可是真的他来跟社区沟通的时候 你就霸占讲台 然后就不让他来讲 我请问这样要怎么去沟通 我觉得说我们台湾的 不光是公共社会住宅 应该所有公共政策的讨论 设施跟民众的讨论 不应该沦为这种完全是一种依照 以暴力 以胁迫 以一个非理性的行为 以各种反民主程序的行为来去办理的 我觉得是目睹这样的行为 我觉得从我的角度 我也希望发展局应该站出来 我们今天是我们明天团队 自己先站出来来讲 这样是一个不对的行为 我也希望台北市政府应该勇敢的站出来 来反对这样的行为 我再次讲过 不是说他们的方案多好 可是我们反对用这样的行为 来让整个公共政策的讨论沟通 有办法进行 谢谢 台会通知 听到台会要说明会 他们的动员人来 然后签了到 然后开始霸占等等抗议 就当然联会 联会的时候他们还要把 当天大家参与会的签到记录 还要把它抢走 就是让这样的一个会议 是 随便要把签到部 同仁的一个服务区 把所有当天的 礼民或是议会者的一个签到部的部分 强行的拿走 那这个部分因为 是他没有经过一个允许强行拿走 然后而且不还 所以也因为强行拿走的状况 所以我们的同仁基于工作上的一个考量 就追过去 然后这时候其实包括发展局的副局长 张刚伟 张副局长也都一并参与 就是来进行这样的一个 跟立场的沟通也希望把这样的资料拿回来 但是赖里长还是不肯 那因为我们同仁情之下就是说 他事实上就是 就是不让电梯关门 所以赖里长就把我们的同仁推出去 那推出去的过程因为用的力道还蛮强的 所以造成我们同仁的右凶的部分挫散 那这个部分我们同仁也觉得要保留追溯 法律的一个形式的一个追溯的责任 就是说但是就伤害的部分 我们也在昨天报案的时候正式对赖里长做伤害的一个 那这些民众在新建自己来防止的时候 难道要经过别人的同意吗 这其实是我们长期以来 在新建公宅社会住宅遇到抗争的时候 心中一个非常大的疑问 在社区说明会的时候 我们看到台北市政府 不管都发局交通局社会局教育局 都非常的用心在倾听居民所提出来的建议和问题 说明会每一个公宅的地区都不止一次 有些开了三次四次五次都有 那有些量体会缩减 甚至像广池 它为了要解决交通 拥涉问题 从向山又搭了一个捷运站到广池园区 这个其实是都可以沟通的事情 但是昨天的说明会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在台北市都发局的网站的 就是刚刚现在那个 同仁帮我们预图帮我们点的那个位置 就是他就最冬天下来 那个橘色的那个部分 点下去的话就可以看到 那个昨天整个直播的一个网站 那是一个动态的一个方面 所以其实如果各位有需要 就可以借由这样的一个 直播的一个 或者很清楚的 散播到昨天整个真实发生的状况 好 然后我简单的代表同仁 以及最后的